我把它做出来类似像这样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 最喜欢的球类运动 让使用者去选取篮球、足球、棒球 最后显示讯息的话 给他一个Test View 让他显示上去 大概的架构是这样 反正就是这个是一个Title 这个上面就是很基本的 就是一个显示 显示这几个字 这个Radio Button 放三个 然后最后显示出来 当使用者点击其中一个的话 下面的讯息要改变 OK 那怎么做 首先的话 第一个 上面的这个Test View 我们先把这个Layout 先改一下 Change Layout 一下 我们先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布局 先用那个Linear Layout 好了 OK 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 里面这原来有一个Test View 把它Delete掉好了 那再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Test View 那比较大一点好了 这个Test View 是最喜欢的球类运动 并且自行把它拉宽一点 拉成什么 Match 有没有 Parents 好了 把它拉到全宽 然后上面的字 自己把它打字上去 颜色的话 把它再改成 其他颜色 改成看你喜欢的颜色 都OK 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做一个Radio Button 不过特别注意 在做Radio Button 之前 请各位 不要直接拖拉 为什么 因为直接拖拉的话 它每一个单选 就会变成一个 就每一个都独立的 也就是说 它一定要先是一个 Group 再把Radio Button 放进去 它才会知道说 他们是 是在这个群组里面的 否则的话呢 你即便点了单选 它也会变复选 每个都独立的嘛 所以要怎么样 可以变成同一个群组 特别注意 必须要给它一个 一个 Group 那这个 Group 的话呢 各位找一下 是在 会有个叫Radio Group 的一个 一个一个选项 Radio Group 应该是在 印象中 是不是在 在这里面 原来里面 在下面吧 Fills Radio Group Glooper在这里 OK 它的位置 是在 一样峰维局 峰维局里面 底下一点点 大概倒数 第三个 这一个 那你们在 拉一个 Radio Group 之前 那 Group 里面 它会自己 帮你 建一个群组 所以你把它拖拉过来 然后放开 放开之后的话 它就会有三个 给各位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 Radio Group 它会拉宽一点点 拉到也是 Match Parents OK 接下来的话 分别 直接去修改里面的选项 比如包含这个地方 篮球 足球 棒球之类的 三个 然后最后的话 要让它显示讯息 在这边的话 我们用一个 中的好了 Middle OK Middle 这个 那这个文字就是显示讯息 最后做出来的话 就分别是 类似像这样子 上面的话 有个显示讯息 最喜欢球队运动 123 点击它的时候呢 可以选 可以选 我看一下我这边做出来 是个简单的一个Sample 你点了 有没有 点了足球 它这边显示 最喜欢的球队运动 就是足球 点击栏球 最喜欢的球队是栏球 大概就这样很简单的一个效果 那另外就是说 第一个阶段 把画面布局做出来之后 再来特别注意就是说 要把这里面的字呢 把它转换成什么 转换成字串 字串 那如果有时间的话 请各位再做多国语系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第一个 先把字 字的部分改出 那里面的字 字串 我们前面有讲过嘛 你可以在这边加 这个Stream里面 这个Value里面的Streams 那Streams里面 我大概加了几个 包含就是Title Title 然后最喜欢的球队运动 然后Stream 然后再加一个讯息显示 就有总共有五个 五个那个Value值 那这五个Value值 我就把它直接按右键 直接去选举 按右键 Edit Test 然后去选的 这个是Title 所以把Title选起来 按确定 那分别这些 来源的话 就是从那个 字串字串当里面 那等一下如果有时间的话 你们再自己 再把它改成多国语系 然后前面有讲过 那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ID部分的话 大概改了几个 因为将来 画面上会用到的 就是会去触发事件的 大概就是这三个 跟这个啦 就是上面点下面显示而已 就这么 比较单纯的 那所以呢 我这边ID部分 我上面这个叫 这个ID的部分叫 RB01 0203 那这个叫T01好了 一个简单的名称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 这个UI界面就设计完毕了 那设计完毕之后的话呢 再来就是要做那个 城市的撰写 那撰写的部分的话 其实 流程也跟Hello World大同小异啦 这个等一下再来看 OK啦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哦 试试看哦